《明居正港,2022年香港前景與港人如何自救》 大戰即將上演,習近平年初放出特殊信號 民怨爆發顯端危,朝鮮人開始反抗 出軌亦不能離婚,山東高院文章引爭議 整個2021年,香港都遭到大整宿 年底,香港警方出動超過200名警員 逮捕了《立場新聞》總編輯和前董事共錄人 抄茶辦公室,並凍結立場6,100萬港元資產 當日下午,《立場》無奈宣布停運,並遣散所有員工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時事評論人 明居正在節目中指出 共產黨認為,只要是做真的新聞 不配合黨的宣傳,都是在顛覆政權 明居正表示,2019年已經預計香港會有今天結局 雖然不用每次都強調香港很悲慘 但事實的確如此 他說,共產黨對老百姓是不會客氣的 列寧當年就直言要發動一場對人民的戰爭 毛澤東也發動了一場對人民的戰爭 毛澤東掌權後打韓戰 發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 進行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運動 明居正強調 共產黨不僅使用上述方法控制中國大陸 也會用此控制一切新掌權的地方 譬如香港 當年毛澤東真心地將中國分成五個 魚軍人、地主、知識分子等 每一塊都用不同手法去打擊 共產黨對香港也是如此 一塊一塊地去打擊 結果是共產黨全面掌控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就說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明居正說 現在共產主義幽靈正在香港遊蕩 所以香港就變成一個惡靈附體的地區 上年12月19日 香港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創落有史以來最低的30.2%投票率 反映港人對新選舉制度的不認同 對比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 前者投票率為58.28% 後者為71.23% 今屆30.2%的投票率被形容為斷崖式下跌 明居正表示 就如2019年的預測 現在香港的立法會已經人大化 新當選的立法會成員是清一色的建制派 正式變成香港人大 最大功勞看下去當屬特首林鄭月娥 之後林鄭去北京述職 接受習近平晚宴款待 明居正說 香港在主權移交時 共產黨承諾 香港要實施雙普選 即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有外界關注林鄭能否連任 明居正認為 林鄭能否連任不重要 重要的是 北京在香港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特首 她深入分析說 中共一直對香港有一個基本方向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 明居正曾預測 共產黨不會派解放軍鎮壓 但是會以香港警察來鎮壓示威群眾 利用警察變相戒嚴 現在這種情況在香港已經發生 她直言 共產黨就是對香港人民發動戰爭 一塊一塊來處理 她認為 香港會繼續大陸化 一步步被融入越廣澳大灣區 但又不會將香港完全捏死 因為對中共來說 在沒有大陸城市可以取代香港之前 香港仍有其利用價值 因此香港會逐步向大陸化發展 但又會被留有一定空間 期間共產黨要對香港嚴密控制 至於現任美國政府 武就香港問題大力制裁中共 她推稱 中共或與美國華爾街科技公司達成暗盤 即中共透過中間人通知華爾街 無論我如何打壓香港 你們不要拿香港來跟我講數 中共繼續被這些公司在香港在大陸經商 條件是這些外國企業政府要禁聲 現在香港人編布全球 香港本身是一個中西文化共融的國際都市 港人英文比較好 加上受西方教育 很容易與西方各國政要議員溝通 明居正給海外港人四點建議 首先要遊說當地議員幫香港發聲 其次以英文在全球媒體上廣泛投書 第三以英文自媒體形式在全球發聲 第四參與當地政治活動 踴躍投票甚至投身政壇 若果快的話 估計35年之內會有香港籍議員在國外出現 這就是一個前線的抗爭戰場 最後明居正強調 共產黨是一切的罪魁禍首 香港人必須將共產黨 在香港與在大陸的惡行聯繫在一起 告知世界 這就是中共的本質 也要告知世界 這個惡劣本質將如何影響國際社會 影響每個政府和人民的撤身利益 這樣世界才會覺醒 換言之 各國在幫助香港的同時 也是在幫助自己 2022年1月1日 習近平在上年11月11日 十九屆陸中全會的二次全體會議說 突然被刊登在《求是雜誌》上 習近平要求全黨必須對黨忠誠 要毫不搜遠堅決查處那些 在黨內搞政治團火 小圈子利益集團的人 外界分析 那無疑暗示 習近平所希望的絕對忠誠 仍未有完全到位 時評人士中原指出 這是在釋放一個信號 對外要繼續鬥爭 圍繞二十大 對內更加要鬥爭 2022年大戲的舞台似乎已經搭好 因為在過去九年 雖然反習派官員紛紛落馬 但習陣營仍然感到威脅時時存在 他們知道很多官員表面上表忠心 實際卻並不忠心 值得注意的是 江派背景的《多維網》2號發表文章 《求是元旦刊法》習近平講話 全黨必須對黨忠誠 其中特別引用了習近平多段講話 其中包括習近平所說的 唯有主動營戰 堅決鬥爭 才有生路出路 才贏得尊嚴 求得發展 逃避退縮 妥協退讓 只會招致失敗和屈辱 只會是死路一條 對自身存在問題 不能反應遲鈍 處理動作慢吞吞 軟綿綿 最終人望正式 有分析認為 上稅言論顯示 習近平已經將其上升到了 你死我活的程度 江曾派系沒有在文章中進行更多的評價 但是從他們的著眼點可以看出 他們最在意的就是習近平對這些方面的表態 習近平的講話 如是雙方之間一場惡戰即將打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任何的逃避退縮 妥協退讓 只會招致失敗和屈辱 只會是死路一條 幾天前 剛剛舉行的中共政治局 民主生活會上 習近平要求黨內高層服從安排 外界認為 這是中共內鬥激烈的表現 很可能說明 中共黨內已經出現 不服從安排的不良傾向 所以習近平必須要進行壓制 據消息人士透露 最近朝鮮首都平壤 再出現了批判金正恩的塗鴉 2021年12月29日 據DileyNK消息人士表示 12月22日凌晨4時20分左右 居住在平壤市平村區的金某 出去巡查時發現 當地一棟公寓外場 出現了金正恩九叉叉 因為你的人民於飢餓中死去的塗鴉 據緊急報告體系 竟由人民班長、地區保衛員、地區保衛部、市保衛部、國家保衛省的過程上報了上級 令到國家保衛省、市保衛部和地區保衛部動員了所有工作人員 針對現場進行封鎖 並抹去塗鴉 消息人士說 因為這件事發生在金正日逝世的十週年 金正宿誕神紀念日第四次全員會議之際 因此問題更加嚴重 令到國家保衛省投入了一切力量調查該事件 保衛當局已經進入了超緊張狀態 據了解從12月23日開始 平川區保衛就針對工廠、企業工人和學生等所有人員 展開了筆跡和行蹤調查 當地百姓說 在金正恩執政之後 就周圍設置了監控攝像頭 因此不用用很長時間就能查出犯人 在朝鮮 直接批判最高領導人者 會被判反國家罪或顛覆國家罪 而送入政治犯收容所或被判死刑 2018年3月 在425文化會館 散發批判金正恩政府存單的總參謀部大教 經過審判被判公開處決 外界分析 在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統治下的10年中 朝鮮人民的生活狀況毫無改善 甚至還傳出平民餓死的慘劇 外界金正恩處決異見人士的嚴謀行為 令民眾難以忍受 桃鴉事件是民怨大爆發的前兆 大陸媒體報導 山東省最高法院2022年1月2日發表一篇名為 不能僅以出軌為理由請求離婚的文章 文章指中國最高法院出台 文法典《婚姻家庭篇》 根據司法解釋 雖然出軌婚外異性 但是沒有長期穩定的共同居住 就不能認定為同居行為 就不能以此作為起訴離婚的理由 更不能以此作為要求離婚損害賠償的條件 文章還俗稱 也就是你抓到你的配偶出去和其他異性開訪證據 但是那不屬於長期共同居住 不能以此要求離婚 又指你拍到配偶與他人在外租房照片 但是不可以是一次兩次 必須是長期居住的證據 若不然也不屬於同居 例如 賓館開訪的證據就不屬於同居 因為賓館是臨時性場所 不屬於共同居住 拍到配偶與他人牽手跨街 也不能證明是同居 拍到配偶與他人在外租房照片 必須有長期居住的證據 若不然也不屬於同居 相關文章引來民間不少爭議 並一度衝上微博二手話題 但原文目前已遭刪除 對此北京婚姻家事律師信金國在其微博泛民說 如果按照該作者的說法 那麼另一方就可以命目張膽出軌 這樣不是欺負人嗎 對方都已經出軌 還不能要求離婚 可見這種說法多麼荒謬 中國網友對此也表示不能接受 紛紛質疑配偶出軌 我甘願備錄 重新定義出軌 出了軌 還能夠繼續在軌道上行駛 好東西 合起來就是傷軌或多軌 也有網友感嘆 雖然控制了離婚率 但是出軌就是最低防線破了 政府對於人口增長的問題很焦慮 據新郎財經報導 中國的離婚對數和結婚率由2013年開始下滑 2013年至2020年 中國結婚登記對數由1347萬對的歷史新高 持續下滑至813萬對 2020年同比下降了12.2% 而且持婚人數持續增加 2005年至2019年 20歲至24歲結婚登記人數佔比 由47%降至19.7% 25至29歲從43.3%升至34.6% 與此同時 中國的離婚率也大幅上升 1987年至2020年 中國離婚登記的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 另據中國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中國民政部門統計 2017年上半年 有185萬對夫妻辦理離婚 其中 中國離婚率最高的四座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 出軌是致死離婚的主要原因之一